林鎮宇絲毫不見藝人 劉秉妍的史上風采 她穿起風衣搭配膠靴 不怕雨襲 回首在法國生活的經驗 大家都不喜歡撐傘 就是穿的一身風衣哲雨 浪漫又自由 今天這個天氣 我正想跟大家分享 法國人都很不愛撐傘 是 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沒有在怕淋雨的 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他們基因上面 比較不會禿頭還是怎麼樣 是的 可是他們是非常喜歡 穿著這樣子的風衣 就是不管是晴天 雨天 只要是有風衣就可以出門了 沒錯 這個非常時尚的法式穿搭 而且是防水的風衣 不論是晴天 雨天 非常輕薄的就可以出門了 這樣戴傘你很容易會忘記 不管你是去餐廳或者是去哪裡 像我就是常常會忘記 我有戴傘出門的人 但是風衣不會 因為風衣就是穿在身上 就可以出門了 沒錯 所以像 好 我其實在訂裝的時候 就發覺這很像是我的日常穿搭 是 因為像這樣子的風衣 我裡面都會褪著這種比較透氣 或者是比較舒服的T恤 那我今天穿的裡面是長袖的 長袖的好處是 因為裡面它還是有抗UV的防曬 所以只要我脫下來的話 我也不害怕會曬傷 是 那這樣子的短裙配上靴子 有沒有仔細看 腿有沒有很長 法國時尚戶外品牌找來劉品年代言 在新衣區打造綠翼快閃電 融合城市與森林元素 同時將穿在身上的膠靴搭配花意 推廣品牌對永續環保的概念與承諾 我覺得像這種比較隨性自然的呢 就是把你喜歡的花材呢 用力地給它插進去 就對了 平常有在做花意嗎 平常有這個才藝嗎 其實沒有 都是收花比較多對不對 就是收我們愛慕者的花比較多 我最喜歡的花就是別人送我的花 我今天進來這個快閃電的時候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就是 它這個木頭圓形的這個 類似像拱門的設計 而且它這樣子圍繞在我們的增速下 哇 其實在消費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大自然的環境很舒服 劉品年即將在金鐘獎節目類頒獎典禮擔任主持人 被問到戰袍準備進度 他笑說自己身形 要找到好看的衣服要順選 不走刻意減肥路線 但會繼續努力 把自己塞進造型師訂好的服裝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